特別注意就是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今天輸入ABC 我現在按任何鍵 它都不會有任何作用 但是我今天輸入數字的話 它才會有作用 也就是說它只能輸入0到9 那如果今天希望只能輸入0到9的話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這裡的話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ASCII Code 那在上學期我提供給你們一個叫VB5的說明檔 我是覺得這個說明檔會比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 按F1來的簡單多 因為這個說明檔裡面 這是早期的 我記得應該是VB5.0的說明檔 它做得很簡單 裡面基本上都有像函數 我們剛剛用的所謂RND函數 在這邊你就要找到R開頭 RND這邊也有RND函數 它就會很簡單的說明 那我比較喜歡它就是這個地方有個範例 你直接看範例大概就知道怎麼去做了 比如說像要傳回1到6之間的亂數 那實際上1到6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拿這個來參考就好了 那其他還有像所謂的什麼INT函數 你也可以直接在內容裡面找到函數 INT函數 這個來查這個函數其實還蠻方便 INT函數 那這邊就會告訴我們 它的定義是什麼 另外它的範例 這邊範例你也可以看一下 範例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這裡也有跟什麼呢 跟那個所謂的FIX做比較 有沒有前面我們一直講說 其實整數正數的部分是沒有不同 但是負數的部分呢 你會發現具有差別了 如果它今天是負值有沒有 假設是負的99.8 那傳回值INT是負100 可是FIX的話就是傳回是負99 在正值的地方是一模一樣 可是在負值的時候就會有不一樣 另外還有像我們剛剛 只要看到有函數的部分 內容裡面你就可以查函數 像我們前面剛剛有用到一個CINT 有沒有點一下 這邊也會告訴我們 那範例其實點下去就可以 利用這個說明檔來學習 其實基本上還蠻不錯的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所謂的參考電子書 我習慣有時候查 那大部分在VB的基本觀念上 基本上都一樣 這個地方其實基本上我大概看 基本上在跟單列者之間差異性其實不那麼大 這個其實還蠻有可參考性的 尤其如果說你要 你有的時候也會用到VB6的程式的話 那這個更是完全符合要求 完全符合要求 而且基本上該查得到 想要查的 你目前想查的都有 在這個所謂的函數裡面 那等一下我們需要知道像是那個ASCII code 所謂ASCII code就是說我們鍵盤上對應的那個按鍵 比如說我今天只要0到9 那我必須要去查到什麼 查到ASCII code對應的那個 對應的它的位置在ASCII code的什麼位置的話 其實你可以查這個 這邊也叫ASNI的這個自圓器 就會跳出一些說明了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沒有 如果說在ASCII code裡面的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在48、0到9到57 48到57 另外英文的話就是在哪裡呢? 你可以查一下大寫就是65 一直到多少?90 然後還有就是97到哪裡呢?97到122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限制它只能夠輸入英文 那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做 那怎麼做呢?首先的話 我們要再這個回到剛剛我們程式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說明檔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可以到那個 我剛剛已經把它傳上去了 傳到那個我們內部分享的空間裡面 接下來就是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今天只能夠讓這個格子裡面 只能夠輸入什麼呢? 這個數字的話該怎麼做? 直接在這個格子上點兩下 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呢 我必須要做一個動作 我必須要先找到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當然在 你點兩下的時候 它預設是所謂的那個test change 那我必須把它改成什麼呢? 當它按下什麼呢? 按鍵的時候 那事件記得要把它改成keyplace keyplace 當按下按鍵的時候 就是keyplace 所以這個事件呢是在keyplace裡面 當keyplace裡面我就要做判斷 如果呢它是在這個48到57之間的話 那這個動作呢是可以被通過的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動作取消掉 那我這個地方只判斷什麼呢? 取消的動作 如果說它不是在48跟57之間 那這個程式撰寫的方式就是先判斷if if什麼呢? if 這個有一個叫e e的話就是我傳這個鍵盤 這個 這個物件 有一個e的物件 這個物件傳過來呢 它就會傳後面有一個叫 物件裡面 這個叫物件引述 物件引述裡面會有一個叫keytrap keytrap裡面的話呢 如果說我要轉換成什麼呢? 轉換成為這個 剛剛ASCII code的話 記得用一個函數叫asc 其實你們也可以查一下asc這個函數 我要把它轉換成ASCII code的話呢 必須用asc asc這個函數 然後呢 把它包夾起來之後呢 那必須怎麼樣呢? 它必須要是大於等於48 就是0 and 而且怎麼樣呢? 它必須asc 必須要把它轉成ASCII code 然後呢 按按鍵的這個引述 keytrap 把它刮扶起來 它必須怎麼樣? 小於等於多少呢? 另外是57 就是0到9 then enter 如果呢 它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有沒有 它是大於等於48 小於等於57的話呢 如果它這個範圍之內的話呢 那我們才可以讓它去執行 反之的話呢 它就不能被執行 所以我們這個後面呢 必須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讓它的handle 讓它的handle等於false 也就是說讓它可以去run這個部分 這裡的話 我後面的話呢 就是加上1.handle 這邊有一個叫handle 1.handle呢 它表示是否要處理這個事件 如果不處理的話 那我們就按false 我們把這個地方呢 改成false好了 讓它可以去執行這個事件 那這裡的話我們完成 第一個是記得是keyplace 第二個就是說呢 一定要在48跟57之間 就是0到9之間 然後呢 這個事件 我們就不去處理它 就是讓這個動作呢 可以被執行 我來試試看好了 那執行之後呢 我游標一樣放在那個 這個格子裡面 我今天假如說 我今天輸入a 要記得這個地方 還要再加一個最外面的一個刮弧 因為這是兩個 一個條件 跟第二個條件 必須要同時成立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必須怎麼樣呢 把它做一個刮弧起來 刮弧起來 再run一次 數字可以 然後這裡 剛剛的地方 前面要多加一個 eHandle等於True 那主要就是說呢 我們預先 先把這一個進來的動作 假設說 預設只是進來 進來這個地方 eHandle等於True 就是我先不讓它做任何的動作 先把它 不輸出就對了 除非說什麼呢 除非說它是在 什麼呢 大於等於48 就是0 或者是57 才把eHandle再改為False 才可以被執行 那這樣的邏輯 除了這個邏輯之外 我們上學期也有講過 那我們上學期的邏輯 是顛倒過來 我們上學期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是這樣 我們如果說 處理 就是說我們 如果說我今天不讓它執行的話 我們上學期是這樣講的 是 ASCII必須它是怎樣 翻向法 大於等於什麼 大於 應該沒有等於 大於48 就是0之前的 或者是什麼 or 這個地方改成or 不是and 或者是什麼呢 另外一種狀況是呢 它是 多少 它是小於48 另外的話 它是大於57 就1000的 就是 不是在0跟9這個範圍之內的 我們eHandle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true就好了 true的話就是說呢 不去處理這個動作 也就是不讓這個訊息送出去 兩種方式都可以 一個是 一個是先處理掉 然後呢 等到呢 它是在0到9之間 才可以有動作 那這個方式是 去判斷說 如果它是在0之前 或者9之後的 通通呢 都不能夠 去執行 那這個地方 eHandle等於true 那執行看看 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我現在輸入 英文 它就會被吃掉了 因為它是 大於 它是在那個 57以後的 所以呢 它不能夠被執行 那假設我今天 輸入數字的話呢 那就可以被 在這個地方呢 eHandle 那假如我今天輸入 我這邊設一個中斷點好了 1 好到這裡 假設我今天輸入是1好了 那這個數字 1 它的1 asci 49 eHandle 49 asci 這個值應該是 把它bring的出去好了 一般如果說 你要知道這個值 49 它是在 方向應該是相反的 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方向 它要是在 49 48 以前嘛 它如果說 它是48以前 這方向應該是反的 它這個值是大於 應該是這樣才對 我把它 還回去好了 再反回去 然後執行 f8 我就跳過去了 所以 這個地方 假如說 方向應該是 它是 它是 小於48 然後呢 是4 大於57 這兩種狀況 才不能夠被執行 好 那這樣的話 送出去 KeyHandle就可以了 那這邊把它這個 中斷點取消掉 取消掉 按F5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再輸入 就不會有問題 這個我把它中斷點取消 F5 好 這樣就可以 1 2 3 好 沒問題按確定 那假設說我今天輸入別的 別的這個英文的就不行 所以這裡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裡可以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 可以比對一下 1支31頁這個地方 那解答本裡面呢 是另外一種邏輯 邏輯就是說 它預設值就是KeyHandle等一處 KeyHandle等一處就是 它這個部分呢 就不會被送出這個訊息 直到說呢 它是在0到5之間 才會送出訊息 那另外一種邏輯是 如果它是 在0以前 9以後的話呢 那Handle等一處 就不送出訊息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好了 好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 兩種邏輯喔